通过前面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一次多项式啊 它有两个代定系数 那么这个二次多项式呢 我们可以看它有三个代定系数 而三个代定系数以后呢 就保证了我们可以看 这个一次多项式呢 它保证了位移线图是连续的 但是速度线图发生突变 但是我们如果多选一个 多选一次啊 就多选一次 那这时候它的这个需要的代定系数呢 我们说是三个啊 需要确定代定三个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它的速度线图呢 就变成连续的了 但是加速度还是有突变的 所以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系数呢 我们从这里边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 是吧 你次数越高的话 这个就可以减小这个速度啊 加速度这个突变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们选择五次多项式 那这个五次多项式呢 实际上就是有六个代定系数 那么六个代定系数呢 就可以保证呢 将来位移速度 甚至加速度都是连续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五次多项式 这个运动规律 那么五次多项式呢 它的一般的表达式 就是有六个代定系数 最高次数是五次 那这样的话 对时间求一次导数和两次导数 就得到速度和加速方程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给定呢 六个边界条件 这六个边界条件呢 我们就要保证呢 你看在起始 代尔塔等于零的时候 要求位移速度加速度都除以零 而在末尾的时候呢 要求呢 这个代尔塔等于代尔塔零的时候呢 要求S呢 要上升到H 但是速度加速度都要为零 那这样就保证了 因为在起始的时候呢 它是如 这个推杆是禁止的 所以这样就保证呢 它的在起始位置的连续 那么等到末尾的时候呢 达到远修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这个推杆呢 也要速度刚好降为零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平稳性 整个运动过程平稳性 这样就需要 实际上就得到这六个代定系数 就保证了位移速度加速度呢 它线图都是连续的 那我们看通过上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呢 就六个代定系数啊 把这边界条件代入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的六个代定系数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的这个 这个五次多项式运动规律的 位移方程 在这我们主要讨论位移方程 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呢 这个位移方程得到的是什么呢 只有这样三项 而且这个项呢 一个是有三次项 第二它是三次项 和四次项和五次项 所以这种运动规律呢 我们又把它叫做三四五 多项式的运动规律 所以这个五次多项式 实际上是在这儿呢 是三四五运动规律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运动规律的这个特点 那么它的运动方程呢 我们前面已经给出了 就是三四五 只有这三项 那么这时候呢 至于它的速度 加速度 我们只要对时间 对它做时间求导就行了 所以这个方程呢 我们不要去 不用去拒它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它 根据这个运动规律啊 得到的运动线图是一个什么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把这个线图啊 用一个坐标来表达 那这时候呢 这个我们主要是定性的来描述一下 横坐标仍然是用delta 用这个突轮的这个转角表示 那么经过一个delta领域以后 整个一个推程运动段 那我们可以看 根据这个三四五运 多项式这个运动规律啊 我们画出一个曲线 这是一个连续的这个曲线 这是我们指的是位移曲线 显然这个曲线呢 它是连续的啊 那我们得到这个速度线图呢 它将来 这个速度线图呢 将来也是一个曲线 但这个曲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由速度 首先是由速度呢 按这个曲线呢 由零增加到一个最大 再由最大 再按照这样曲线呢 最为降为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加速度呢 它也是这个 我们看原来 这个等加等减速啊 它是一个有突变的 而现在呢 就取消了 就把这个突变问题就解决了 它是一个连续的 而且没有突变 而加速度呢 也按照这样一个曲线呢 来运动啊 就是先开始做加速运动 但是加速度的数值呢 它是 加速度的数值呢 它是变化的 不再是一个常数了 而回程呢 就在后半段呢 它是 做什么 减速运动 但是它做变减速运动 不是等减速了 这样后呢 使得这个加速度也变平稳 那么这样一个运动线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它的运动规律呢 是非常的平稳的 平稳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得到这个运动规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运动规律呢 位移速度加速度都是连续的 但是我们在这考察 这运动规律的时候呢 往往还要对这个加速度啊 它的特性啊 要求连续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对加速度再求一次导数 那么得到的是一个耀度 我们还要考察 这个耀度是不是连续 或者耀度是不是有限突变 这也是看加速度的变化率 就是变化率 因为这个对机构的 这个将来的运动性呢 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还要考虑这一点 那么对这种运动规律来看的话 它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呢 它都是连续的 所以呢 这种运动规律呢 既没有刚性冲击 又没有柔性冲击 所以这种的运动规律呢 它适合于呢 高速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首先呢 这个运动规律啊 我们给出了 一个是位移线图 再一个运动规律特点 就是它位移线图都是连续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讲的这个SVAG 这个指的是什么 就是位移速度加速度 以及它的耀度 这个耀度呢 就是等于是 对加速度再求一次导数的 或者对Delta 或者对时间 再求一次导数的 这样一个变化率 描述呢 加速度的变化率 那么这个 它都是连续的 所以这种运动规律呢 它既没有 这个刚性冲击 也没有柔性冲击 所以适合于高速 重载的场合 但是这个呢 主要是它 为什么适合重载呢 重载不适合于重载呢 那这个还有一个 加速度这个绝对值大小 就是我们看速度值 达到最大的时候 这个速度值的 数值如果过大 也会对运动影响 另外加速度呢 有一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时候的最大值 它也对这个运动影响 所以这个呢 因为这个加速值呢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有时候的 有这样一个限制 啊 啊 感谢观看